希望你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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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車是我們販售蠻好的一部車 這台車是Focus的二代 二代的話有自排 然後有手排 還有一台是柴油的六速手排 這台車是2.0S的 是五速的手排 手排便護箱 有一個特別棒的好處 就是它的維修上非常的簡便 自排便護箱的話 會受到便護箱的關係 尤其是CVT會吃掉很多的動力 那手排便護箱 當然優勢就是它的動力傳達很直接 然後對熱血的分子來說 有一個特別的開車的感覺 維修上也特別的簡易 所以經理自己也是特別的一個手排狂 包含之前有一台Fiesta 福特的Fiesta 這個動力雖然不大 可是開起來就非常開心 比較有開車的感覺 那這台車除了改裝KT的避震器之外 今天也有改裝KT的後面的豎腳調整器 那待會再一一介紹 那前方的話 因為煞車的部分 已經磨耗得滿嚴重了 所以有升級加大碟跟來電片 那我們今天不介紹避震器 稍微帶一下就好 我們今天先來介紹一下 這台車為什麼改裝加大碟 來這裡有捲齒 好 那你鏡頭不動 我先拿一個碟盤 這個是前方的碟盤 原廠的盤進 盤進的話 指的就是這個的直徑 這個直徑是270 280 270幾 我們稱280好了 280的直徑 那改裝之後 因為它原廠 這台車已經改裝了17吋的鋁圈 所以17吋的能夠裝最大的尺寸 就是328 所以今天就直接升級到328mm 那碟盤的話 它的判斷是不是該汰換的 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碟盤是不是抖動 抖動的話 如果還很新的話 也可以用車銷修品的方式 把它處理 把它做維修 那如果這個的厚度 這個盤的厚度 低於它原廠的建議值 一般來說 有可能會刻在這個地方 有可能會刻在側面 或者是內側 它低於某一個厚度之後 原廠就會建議做汰換 這個的話 已經很深的一個勾了 所以我們就建議車主 一起把來電片跟加大碟 一併做汰換 那為什麼要換加大碟 碟盤的部分的話 它的盤進比較大 我們待會升級之後的盤進 變成是328 變成這麼大 到我手指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升級的尺寸 已經升級了兩個尺碼 就是從15吋升級到17吋的規格 所以它的盤進變大之後 它來電片在夾的更外擴 所以它的夾駛的力道 一樣的狀態之下 它的自動力道會比較好 那除了盤進變大之外 它的來電片的摩擦 來電皮的這個摩擦細數 也變得比較高 所以兩個都一起升級 當然自動力道就會更好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話其實也可以做一樣的改善方法 可是後面的通常它改裝加大碟的一個提升的效果 不會像前面那麼好 因為我們70%到80%的自動力道都是前輪 後方的話如果改裝成加大碟 有一半以上的程度 是為了要視覺協調 因為我們有可能改裝了 比較大尺寸的一個鋁圈 然後它的盤進如果比較小的話 看起來搭配度就沒有那麼的霸氣 所以這個盤進變大之後 自動力道變好 效果變好 所以有很多的優勢 所以這個是前面今天為什麼要改裝加大碟 那豎腳調整器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原本後方的一個連桿 這個連桿的改裝 就能夠調整它的後面的豎腳 那原廠的豎腳其實也能調整 從捲尺的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顆螺絲它是偏心螺絲 所以我們在定位的時候調整這個螺絲 後面的豎腳也會改變 可是這個偏心螺絲 它畢竟能調整的範圍其實是不大 所以我們把它改裝成豎腳調整器 從這個地方由下往上排 這一次就是KT 這裡有KT的貼紙 它能夠調整的範圍 就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這裡調整的幅度不夠的時候 就需要靠這裡來做調整 那為什麼這裡能調整呢 還需要改豎腳調整器 因為當車高降低之後 這裡能調整的幅度已經不太夠了 所以需要靠豎腳調整器 來解決後輪的豎腳的角度 就是被局限住的問題 那改裝上方這支揚腳調整器也是可以的 只是它的功能不一樣 一個是改變揚腳 一個是改變速腳 當然在預算前提 都沒有上限的前提之下 其實兩個都一起改裝是更好的 好 那速腳調整器跟煞車的部分介紹完畢了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KT的一個後面的避震器 那一樣 這一台車後面的這個結構系統 Mazda 5 i-Mass 還有 Mazda 3 的一代二代 都是類似這樣的結構設計 KT的話 是上方這裡有附一個橡皮 這一條彈簧是180長 6公斤的規格 就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後方的桶身 這台車就要特別注意了 有的車還允許 像MQB的底盤 也許有可能一點長度的沒有調整好 它對乘坐感改變不會很大 但這台車不一樣 如果這台車的桶身縮得太短 糟糕了 這條彈簧壓縮度過多 一定會不好縮 所以這台車跟ToyB的系統有點類似 在桶身的長短的調整上 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要怎麼調整到剛好的 有的是車友想要了解 有的是計時 尤其是計時的話 建議看看接下來要介紹的這部分 如果ToyB的系統 或者像這樣的系統 我們要調整車高的時候 絕對注意 不是調整這個桶身 要調整車高 是要調整這個地方 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它的長跟短才有辦法改變車高 這裡的調整 它只是來決定於後方彈簧的預載 像這一條後方的彈簧 我們的規格是180mm 180mm這個叫自由長度 它沒有受到任何荷重之下 它的長度就是180mm 裝在車上之後 這個桶身 要稍微把它逼緊 逼多少 逼5mm就好了 就大概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預載值 所以這個桶身 是在調整後方彈簧的預載值 那太鬆的話 它彈簧跟調整機構會鬆鬆的 那當然不可以 太緊的話 後方彈簧就被逼住了 低速的時候 就一定非常不好做 而且遇到坑洞 它的彈簧要彈開時候 它的桶身呢 會有一個異音的狀況 而且也會造成後方 桶身壽命的縮短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請注意 請注意 它的後方的調整 特別的重要 好 那桶身的不只是能調整 這個後方像這樣的結構系統 不只能調整高度 也能調整軟硬度 軟硬度的話 就會隨著車主 像改裝的狀況 或者是每個人的使用需求 調整不同的幅度 像如果你的輪胎 是普利四通 普利四通的胎幣 通常比較硬 所以就建議調軟一點點 那如果是馬牌好了 馬牌它的胎幣很軟 所以就建議調硬一點點 所以不同的輪胎 或者是不同的駕駛習慣 就會有不同的一個調整方式 好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 180長7公斤的規格 然後 這裡有一些油管 煞車油管的固定點 這裡有 ABS感應線的 所附的一個位置 都是依照原廠的位置 那這個 就是剛剛經理一開始介紹的 盤進有加大了 原廠是280 這個加大到328左右 然後來電片的話 也有一起做升級 這個來電片的自動效果 經理自己也有用過 相當的不錯 然後 上部的話 KT的話 有附上座 這台車 Focus的二代 我們不論是前面 或者是後面 都有附上座 這樣看得到嗎 來 好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裡 那上座有三顆螺絲 這裡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 前面的軟硬度的 好 那今天的車主 剛好是經理的好朋友 那這台車 其實我們在 中區的經銷商 飛魚底盤技研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飛魚那邊 也有Focus的二代 可以試乘 那一台是四門的 所以如果 有想要試乘Focus 而且我們北區的 板橋的店面 也有一台Focus 三代的ST 可以試乘 所以我們有提供 Focus的兩台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如果車友 有想要試乘的話 記得 跟我們小編聯絡一下 那如果經理剛剛介紹的 今天電器 因為這台車 電器介紹過好多次 所以就針對加大碟 跟後面的樹角 來跟各位來做解說 那如果有遺漏 介紹到的地方 或者是車友朋友 想要了解的地方 都可以私訊我們小編 好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